穿着格子上衣 绑着马尾的女子 大步走进纹身衣转柜 看起来熟门熟路 直接挑起衣服 但动作好像怪怪的 趁着女店员不在场 女子把架上裤子用外套盖住 接着再拿起上衣要求试穿 女店员趁女子试穿衣服时 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 看到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知道小偷自己上门了 原来这名女子早在26号 就曾经上门光顾 当时偷走了全台唯一一件 要价6000元的防晒衣 偷窃的监视器画面 也被PO上网路 但女店员没有想到 才过了两天 这一名偷衣贼居然又大胆上门 对她的头发颜色 因为她有懒头发 长出来那一段的颜色 然后还有她鞋子的颜色 是相同的 10月26号 女窃贼虽然长发披肩 但发色不会变 而两次上门都穿着一样的鞋子 眼尖的女店员发现特征一样 当起柯南揪出女贼 除了持有日前店家所吃窃的衣物外 当女子的手提袋内 有另外刚在店家窃取之财物 根据了解这名34岁的汪姓女贼 是一名硕士毕业的工程师 顶着高学历却犯法偷窃 当场被警方当成现行犯上铐 依法送办 有赖广章 台南报道